第24章 做中宝的耶稣基督 圣索的题目乃是一把钥匙 将一把四四年失望的奥秘开启了 它使人看出一部有系统而彼此关联互相符合的真理 显明上帝的手曾在指引着伟大的妇灵运动 并且说明上帝子民的地位和工作 以此向他们指出他们当前的本分 从前耶稣的门徒怎样经过了苦闷和失望的悲惨之夜 而后看见主就喜欢了 照样那些凭着信心仰望他第二次降临的人 这时也就喜乐了 他们曾盼望主在荣耀中显现 给他的仆人带来报赏 即使他们的希望变为失望 他们便看不到耶稣 而像玛利亚在墓园中一样的哭喊说 有人把我主挪了去 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这时他们在至圣所中又见到主了 这位慈悲的大祭司不久就要做他们的王和拯救者了 从圣所发出来的亮光照亮了过去 现今与将来 他们知道上帝已经按那绝无错误的旨意引导了他们 他们虽然像早期的门徒一样 没有完全了解自己所传的信息 但那信息仍是面面正确的 他们在宣传着信息中已经实现了上帝的旨意 他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他们既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就又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但印里第八章十四节的预言 到二千三百日 圣所就必洁净 以及第一位天使的信息 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 因得实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 这两处的话都指着基督在制圣所中的服务和查案审判的工作 而不是指着基督复林来救赎他的子民并毁灭恶人 他们对于预言时期的解释并没有错误 只是看错了二千三百日结束时所要发生的事 因了这一点错误 门徒便受到一场失望之苦 虽然如此 先知所预言的一切话 以及圣经的明文所能支持的希望 到底还是实现了 正在他们失望忧伤的时候 信息中所预言的事 也就是那必须在主降临赏赐的仆人之前 所要应验的事 却实现了 基督已经来了 但不是照着他们所希望的来到地上 他乃是照着表号所预指的 来到上帝天上的殿的制圣所中 他曾来到亘古长代者面前 正如古时先知弹仪里所形容的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光看 将有一位像仁子的 驾着天云而来 不是来到地上 而是被领到亘古长代者面前 先知马拉基也曾预言 他这次来的情形 说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所寻求的主 必忽然进入他的殿 礼约的使者 就是你们所仰慕的 快要来到 主来到他的殿中是忽然的 对于他的子民是出于意外的 因为他们并没有想到 他会在那里出现 他们乃是盼望他来到地上 在火焰中显现 要抱有那不认识上帝 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但是一般信徒 还没有预备好 迎见他们的救助 还有一番预备的工作 要为他们成就 有亮光要赐给他们 将他们的心思意念 指引到上帝在天上的殿 即使他们凭着信心 跟从那位在至圣所服务的 大祭祀时 就必有新的本分显示出来 而且还有一个警告与教训的信息 必须传给教会 先知曾说 他来的日子 谁能当得起呢 他显现的时候 谁能立得住呢 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 如漂布之人的茧 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 必洁净利为人 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 他们就凭公义献贡物 给耶和华 当基督在天上的圣所中 停止他中宝工作的时候 那些活在地上的人 就要直接立在圣洁的上帝面前 而再没有中宝了 他们的衣袍 必须是无玷污的 他们的品性 必须是被血糖过 而纯洁无罪的 借着上帝的恩典 和他们自己的勤勉奴力 他们必须与罪恶搏斗而得胜 当天上进行查案审判的时候 当悔改信徒的罪 要从天上圣所被移除的时候 上帝在地上的子民之中 也要进行一番 特别的洁净与除罪的工作 这番工作 在启示录十四章的信息中 讲得更为清楚 当这种工作完成之后 基督的信徒就已准备好 等候他的显现 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 所献的贡物 必蒙耶和华月纳 仿佛古时之日 上古之年 到那日 我们的主在降临时 所要接去的教会 必是一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纹等类的病 他也要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 美丽如月亮 皎洁如日头 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 先知马拉基 除了曾预言主 来到圣殿的情形之外 也曾提到他的复林 就是他来执行审判的时候 他说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必临近你们 施行审判 我必速速做见证 警戒行邪术的 犯奸淫的 其假事的 亏负人之功架的 欺压寡妇孤儿的 趋往寄居的 和不敬畏我的 优大也曾提到这同一情景 说 看哪 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 证实那一切不敬钱的人 所往行一切不敬钱的事 他的这一次来临 与他的来到他的殿 是截然两件不同的事 但一里八章十四节 所说我们的大妻子基督 只来到至圣所 做捷径圣所的工作 但一里七章十三节 所提到人子 只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 先知马拉基所预言 主之来到他的殿 这三处圣经 都是叙述同一件事 并且这件事也就是 基督在马太二十五章 十个童女的比喻中 所说新郎来娶亲的事 发出了新郎来了的呼声 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 所代改的两等人 此时便显明出来了 有一等人欢喜仰望主的显现 他们曾经殷勤预备 要迎见他 还有一等人 却处于畏惧的心理 或处于感情的冲动 只满足于真理的理论 而缺乏上帝的恩典 在比喻中 新郎来的时候 那预备好了的 同他进去作席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新郎的来临 乃是在举行婚礼之前 这婚礼是代表 基督承受他国度的事 这国的首都与代表 乃是圣城新耶路撒冷 也被称为心腹 就是羔羊的妻 天使对约翰说 你到这里来 我要将心腹 就是羔羊的妻 指给你看 先知说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那由上帝那里 从天而降的圣城 耶路撒冷指示我 在这里很明显的可以看出 心腹是代表圣城 那去迎接新郎的童女 则代表教会 启示录的预言 称上帝的子民 为婚姻研席上的宾客 他们既是宾客 而自然不能也是心腹 先知但以理宣称 基督要从天上 亘古常在者那里 承受权柄 荣耀 国度 并要承受这国度的首都 新耶路撒冷 因他预备好了 就如心腹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在他承受了国度之后 他不要在荣耀中降临 做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来救赎他的子民 使他们在天国里 与亚伯拉罕 以萨 雅各 一同作习 共享羔羊的婚宴 在1844年 春季所发出 新郎来了的呼声 引动了成千成万的人 盼望主立即降临 到了预定的时候 新郎来了 但却不是按照一般人 所盼望的来到这个地上 而是来到天上 更顾常在者的面前 举行婚礼 接受他的国度 那预备好了的 同他进去坐席 门就关了 他们并不是亲身去参加婚礼 因为那婚礼是在天上举行的 而他们却仍在地上 基督的信徒乃是要等候主人 从婚姻的研习上回来 然而他们却要明白他的工作 并要本着信心 跟随他进到上帝面前 在这种形式之下 他们可以说 是去参加那婚礼了 比喻中说明 那些去参加婚礼的人 都是提着灯 并在器皿中预备油的 凡是拥有圣经真理的知识 并有上帝的圣灵和恩惠 又在惨重试炼的黑夜里 忍耐等候查考圣经 寻求更清明亮光的人 结果都认识了有关天上圣索 以及救主更换植物的真理 他们本着信心 仰望他在天上的圣索中供职 所以一切凭着圣经的见证 而接受相同真理的人 又本着信心而仰望基督 看他进到上帝面前 执行他末后的中宝工作 并在这工作结束时 承受他的国度 这一等人正可以说是去参加婚礼了 在马太二十二章中 也提到与此相同的婚姻比喻 这里很清楚的说明 查案审判是在婚礼之前举行的 在婚礼之前 王进来观看宾客 要看这些人是否都穿着婚姻的礼服 是否具有那在高阳的雪中 洗净洁白毫无污秽的品格 凡没有穿着礼服的人 必被赶逐出去 但那些在检查时身穿礼服的人 便要蒙上帝的悦纳 并被认为配得享受他的国度 又要与他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 这种审查品格 并决定谁配进入上帝之国的工作 就是查案审判 也就是天上圣索中最后的工作 在查案工作结束 历代自称为基督信徒者的案件 都被检查审定之后 试验的时期便要结束 恩典的门也就关闭了 这样那预备好了的 同他进去坐席 门就关了 这一句话包括救主最后一段服务时期 一直到拯救人类的伟大工作告成为止 我们已经研究过 地上圣索的重刺 乃是天上圣索重刺的表号 在地上圣索的重刺中 大祭祀在赎罪大日要进到至圣索里 同时那第一层圣索中的供奉也停止了 上帝吩咐说 他进圣索赎罪的时候 会幕里不可有人 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 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 照样 当基督进到至圣索 执行结束赎罪工作的时候 他就停止了在第一层圣索中的职务 但在第一层圣索中的职务停止时 同时他在第二层圣索中的职务便开始了 在表号性的地上圣索重刺中 大祭祀在赎罪日离开圣索时 他便进到上帝面前 为一切真心悔罪改过的以色列人 奉献赎罪寄生的血 照样 基督也只是先完成了中保工作的第一段 然后再开始做第二段工作 在天父面前仍然为罪人献上自己的保血 1844年的复林信徒 没有看明这一番真理 所以在他们所盼望救助复林的时期 过去之后 他们仍相信主的降临已尽 他们以为自己已经临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机 而且基督在上帝面前 为人类做中保的工作已经停止了 据他们看来 圣经中的教训是 在主教的天云降临之前的一个短的时期中 人类的恩典时期就必结束 这显然是圣经的教训 因为有经文说 到了一个时候 人要寻求叩门 并在恩典的门前哭嚎 但门却不再开了 所以当日的信徒疑问说 他们先前所盼望基督降临的日子 会不会就是这一个短时期的开始 而后紧接着就是基督复林呢 他们既以传扬审判进来的警告 便觉得自己为世人所做的工作已经做完了 他们就不感觉自己还有责任去拯救罪人 同时那些不信上帝的人 大胆的亵渎和计较 使他们觉得这是又一个凭据 证明上帝的灵已经从那些拒绝在恩典的人身上收回了 凡此一切 使他们越发深信 人类的宽容时期已经结束了 正如他们当时所说的恩典之门已经关闭了 但在他们查考圣索题目的时候 他们便得了更清楚的亮光 他们现在看出了自己所相信的 在2300日终止的1844年必有重大的转机 这是正确的 1800年以来 罪人建议进到上帝面前的那一个盼望与恩典之门 这时虽然已经关闭 但另有一扇门敞开了 而且借着基督在制圣所中的中宝工作 有赦罪的恩典赐给世人 他已结束了他职务的一部分 而开始了另一部分 天上的圣索还有一扇敞开的门 基督正在那里为罪人服务 基督在启示录内 对这一个时期的教会所说的话 这时他们才看出其中的用意 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 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看哪 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 是无人能关的 在耶稣执行赎罪的伟大工作时 反本着信心仰望他进行赎罪工作的人 才能领受他为他们做中宝的帮助 而那些拒绝着使他们明白 自动服务工作之亮光的人 却得不到帮助 那些拒绝基督第一次降临时 所发的亮光 又不肯相信他是世人之救主的 优太人绝不能靠他得蒙设罪 当耶稣升天带着自己的血 进入天上的圣索 为他的门徒做中宝求福的时候 优太人却仍留在黑暗之中 继续地进行他们那无用的献祭与供奉 那属于表号和影像的重刺已经停止了 先前可以通到上帝面前的门也已关闭了 优太人已经拒绝地寻见上帝的唯一方法 不肯借天上圣索的重刺去寻求他 故此他们无法与上帝交通 对于他们那门是关着的 他们既不承认基督为真正的牺牲和在上帝面前的唯一中宝 所以他们便不能达到他为他们做中宝的帮助了 从前不信之忧太人的景况 说明那些故意不明白慈悲大祭祀之工作的许多挂名基督徒 所有粗帅和不信的态度 在表号性的重刺中 当大祭祀进到至圣所的时候 以色列全会众都要聚集在圣所的附近 以极庄严的态度在上帝面前存谦卑的心 以便得蒙赦罪 而不至于从民中被剪除 在这实际的赎罪日上 我们岂不更当明白大祭祀的工作 并知道主所要我们尽的本分是什么 人若拒绝上帝慈悲的警告 就必不能陶醉 在挪亚的时代 上天曾发给世人一道警告 他们的得救与否全在乎他们怎样看待这个警告 他们既然拒绝 上帝的灵就从犯罪作恶的人身上收回 结果他们便在洪水中灭亡了 在亚伯拉罕的时代 佐多玛城的居民恶贯满盈 上帝的慈悲就不再恳劝他们了 结果除了罗德和他的妻子与两个儿女之外 全城的人都被从天上降下的火所烧灭 基督的时代也是这样 上帝的圣子向当时不信的犹太人宣告说 看哪 你们的家成为荒场 留给你们 这位无穷大能的主 展望到末日的情形 论到那些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的人宣告说 故此 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 叫他们信从虚谎 使一切不信真理 道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他们既拒绝了上帝的道 上帝便收回自己的圣灵 任凭他们随从自己所喜爱的欺骗 但基督现今还在为人类代求 所以他要赐亮光给那些寻求的人 复林信徒当初虽然没有看明这一点 但基督的说明他们真实处境的经文 向他们展开之后 他们就明白了 1844年的定期寄过 那些坚持复林信仰的人 便临到一段严重的考验时期 就他们的真实处境而论 他们唯一的安慰 就是那引导他们的思想 转向天上圣所的亮光 有一些人不再相信自己先前对预言实习的算法 并且把复林运动所呈现的圣灵大能的感化 归之于人或撒旦的作为 但还有一等人却坚信他们过去的经验 乃是主所引导的 因此他们便等待 警醒 祈求 要明白上帝的旨意 结果他们看出他们的大祭祀 已经进入救赎工作的另一阶段 他们便凭着信心跟从他 于是也看明了教会最后的工作 他们已经更清楚地了解 第一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 并且预备好了 可以接受启示录十四章 第三位天使的严肃警告 并把它传给世人 谢谢大家